父遇事王 陈维霆 PO文挺废死 北节之前发生台湾首起捷运随机杀人案 松手震捷的罪行不仅震惊国人 也造成社会人性不安 废死议题也再次被提出来讨论 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霆 昨天上午在脸书发文 他表示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因车祸过世 一直到大三整理母亲遗物时 才知道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其实是杀人案的被害者 陈维霆以被害者家属的立场 强调他仍旧主张被处死刑 陈维霆的主张在北节随机杀人案后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不尽赞同 认为守法的人人权在哪 也有网友称赞 陈维霆的妈妈很伟大 选择将恨放下 动新闻综合报导